这句话我们讲一下连签秀 什么叫连签秀呢 就是像这样的 尖是连着的 页下呢 它就是一个前面都是一整块 后面也是一整块 这样子 那么当然有各种的连签秀 它只是这样的是一个底稿 就是一个大概的样子 那不排除它有从这里做一个分割 从这里做一个分割 是吧 从这里又做一个分割等等 反正不管它怎么分割 我们的初始造型是这样的 这就是叫连签秀 那么呢 这个连签秀呢 它不单是只有螺纹秀口 它有衬衫式的秀口 或者其他秀口 或者没有螺纹的 也没有秀口的那种 直接就是一个这样的品质的野地鸥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初步的示范 给大家 让大家认识到这种叫做连签秀 肩和秀是一起连着的 那么这种呢 也是比较应用广泛的 它通常是用于休闲扶上的 OK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演示 我们讲一下连签秀用图纸 钥匙一 那么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子样 其实我们在第一节课里面就已经讲到了 我们裁剪的时候 是这样铺的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有字的是正面 那你裁后片的时候 你尽量就翻一面 就跟是相对的 用这边到正面 好 那么这个呢 都是非常简单的 像这个 我们这个是反面 这边是反面 是吧 那并且呢 我们这里是有剪口的 看到吗 它像这种连针秀 一般来说呢 我们是前后弧度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有的师傅或者老师 他可能是比较方便 他就打到前后一样的 弧度 就一模一样的弧度的 正常来说呢 是弧度是不能一样的 一样的呢 这个锈子呢 可能就会产生后跑之类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那些 其他字版上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是针对说这个课程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是把尖缝凭借起来 那从这里拼一公分 直接从这里拼一公分 拼好了之后 然后再从这里拼一公分 但是剪口一定要对好剪口啊 那看清楚啊 直接从这里拼一公分 如果是看不准 你就把这里挡在这里 捏平 当然这个洛件效也有位移 那你也直接锁边就行了 用拼的 对好剪口 然后特别这个转弯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是前面放上面 我们可以稍微带这一点啊 因为这是斜丝 一带就成了 对好剪口就行了 OK 然后去锁边 就是我们车了哪里 我们就说说哪里 好 这个就是锁好的边的啊 那我们把这个袖子 这边跟这边相对 这个呢 袖子也不一定说是螺纹袖 有各种各样的 有衬衫袖 有有不上螺纹的 各种各样的 我们只是一种示范 只能说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叫做连针绣啊 一整块的 它的袖口造型也构种不一样啊 这种是无所谓的 那我们把这个 上一下就行了 同样是从这个底缝 这个缝呢 我们往后面挡 测一圈就好了 大家不要误认为 连针绣 只能上螺纹袖口之类的啊 不是这样的 它的连针绣的特征 就是连着尖的一起的 那么这种绣型呢 也称之为蝙蝠绣型啊 大家记住 蝙蝠绣 这个尖缝呢 往后面挡啊 然后锁一下边 锁到边就这样的啊 然后翻过来 烫一下 然后整烫一下 肩上不要烫得太死了 不要把那个缝烫得太死了 就行了 就可以了 就这样烫了就行了 OK 点尖锈 我们就做完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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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